请收看 蜜律法师 佛学讲座 你一升天 我告诉你 那个叫做很惨 因为他的生命 寿命很长 你想要死 也死不了 所以我早一点死 早一点来转世 投胎 来写佛 用功 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在经典里面讲 包括玉皇大帝 六道 六道轮回当中的 这些鬼神 这些天人 最赞叹 最重视的就是佛法 就是佛法 所以世尊是 九季之尊 因此我们也了解说 有正法的地方 他就一定会有天龙八部 诸位如果好好的念佛 用功 行善 你的频率 也感应个鬼神 来护持你 看你发什么心 那你脱胎 成天人 你每天都这样 娱乐 唱歌啊 跳舞啊 吃喝玩乐啊 天人有神通啊 踩在云端啊 嗯 是不是啊 有点神通啊 这个都没有用 福报享受完了 又掉下来 就像射箭一样 这你射上去 势力尽 就下坠 我们人 不一样 人可以直接的超出三界 或者直接的往生净土 因此 人生难得 今以得啊 佛法难闻 今以闻啊 此生不像今生度啊 更待何生度此生啊 就是这样子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要来度这个生呢 今生今世就要彻底把它解解 这就是这样子